近段时间以来 美国国内疫情肆虐 受疫情的严重冲击 隔离停产和物流中断 严重影响了美国军工业产能 而就在最近 美国的国防工业告急了 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 在当地时间8月12号的消息显示 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 美国的国防工业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 和物流成本问题 这将有可能 断送美国海军的现代化项目 和延长信心舰船的交付时间 美国海军高级官员 采购部主管詹姆斯·格尔茨 在接受采访时坦诚 因为疫情带来的效率降低 美国的承包商 为了维护随时可以执勤的舰队 需要支付额外的大量成本 否则美国海军将不得不面对 武器装备维护之后 更换不及时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最乐观的情况 这笔费用在47亿美元左右 这笔额外支出 显然需要五角大楼上办法 否则或将断送 美军大量舰艇的甚大化进程 这番话一出 很快引起了美国内部的争吵 一部分人认为 国防工业正在告急 确实需要支援 而一部分反对者则认为 完全是为了给海军抬高预算 而编制的谎言 或者说 作为利益方 故意夸大了国防工业的现状 想捞钱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该名高级官员说的话 被外界都看作是狮子大开口 趁火打劫 但是从实际数据显示 因为疫情肆虐 美国军工业中的海军造成业 至少有4万3千多个岗位受到了影响 而整个美国国防工业受到打击 可想而知 另外 不光是美国国内饱受疫情袭击 哪怕是不可于事的美军 也在此次新冠面前毫无招架之旅 时不时就出现 军事基地大范围感染 莫名其妙就有士兵死亡 而美军内部甚至不敢公布随印 从8月14号环球时报的消息显示 美军内部确诊的病例 已经超过了3.2万人 而额外因为疑似而被隔离的人数 在3万人 接近6万多人丧失战斗力 有意思的是 在7月底的时候 美国共和党方面 敲定了一份1万亿的救世计划 而其中美军会得到 70多亿美元的补助款 其中22亿用于海军的相关开支补贴 可以想象的是 作为对手支持什么 我们就反对什么的核心体现 美国民主党很快在各大媒体上 刊文造势 取得对手的提案缺少细节 引发严重后果 双方互相拆台扯皮 半个月的时间也没讨论出个结果 于是乎 美国国防工业们 瞧手以判的新冠补贴 就这么遥遥无期了起来